民營黨結束的全代會 亂心得愛這裡面的演說 因為第一個他也取消了原本 我們會有一些特別單拉出來的 好 那他的這場用閩南語的演說 其實很多人的解讀聽完 就覺得蠻可怕的 因為他把台獨的意象 給發揮得淋漓盡致 你那時候在聽的時候 你有特別在專注聽他這段演說嗎 有啊 你有沒有什麼樣 你特別想畫出來的重點 有啊就露出本性啊 不 這個是黨的場合啊 他就覺得是跟自己人在談嘛 那你覺得黨的場合是可以這樣講 不行啊 當然不行啊 因為你是總統啊 那你如果是林佑昌那當然可以啊 問題是你是總統啊對不對 那你這個 而且你那個論述 說台灣主體性的國家認同 那感覺是連中華民國都沒有 嗯 比你的就職演說還嚴重 就連中華民國這次的外表你都要把他拖下來了 那種感覺啊 不是嗎 那一副就是要搞台灣國族認同運動嘛 不就這樣嗎 所以最近才會傳聞有很多電影在拍啊不是嗎 這個 我事實上我早就做這個預言了啦 我說賴清德不敢搞法理台獨啦 因為法理台獨連美國都不認同 嗯 可是他會搞文化台獨啦 所以這個就是為他的文化台獨做準備啦 那接下來據我了解 文化部 也在力挺幾部台獨電影啊 所以你即將看到 你即將看到很多台獨電影 好可怕喔 那賴清德就 說我沒有宣佈台獨啊 我沒有修改憲法啊 可是我洗敵人心啊 對啊 這個就是洗敵人心 還有社會重建 他也算是很貫徹他自己的這個slogan 他本來就是這種人 嗯 他這個人就是 做什麼事情講的就是要做的 他的言行 一致的程度超過蔡英文 就是三個字幹到底 超過蔡英文 超過蔡英文 蔡英文會比較觀察形勢 那知道有些事情現在不能講 所以賴清德沒有在跟你 時空背景不同之術的 沒有 他沒有跟你因應局勢 國際局勢發展的 而且這個人不只言行一字 而且都寫在表情上 嗯 他連表情都不裝 就有一些人就是藏不住 他的內心的想法 比如說 可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一定要做到 天危難測 對 所以有一些話不能講 因為連表情都不裝 其實不是很適合當政治人物 其實那個蔣經國李登輝 蔡英文 都是比較會隱藏的 喔馬英九你覺得不算 馬英九不算 陳月平也不算 就是 蔣經國李登輝跟蔡英文 蔡英文是只做不說 他是要再做 他不說 所以不會引起你的緊張 你知道嗎 但是親州已過萬叢山 那賴清德是 舟還沒開 就叮叮叮叮叮 放鞭報說 我要走了 那李登輝 李登輝也是只做不說 他到最后一刻才说 我跟你讲 而且他 因为他是国民党 所以他要隐藏的东西更多 因为他事实上是主张台独 那他又是国民党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心理的扭曲程度 1996年第一次 总统之选 你去查他那年的就职演说 李登辉那一年的就职演说 1996年5月20号 标题叫做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那他其实都在铺牌了 就铺牌 不过他讲新纪元 你听起来以为是统派嘛 因为他前面还挂了一个中华民族啊 道路欢迎啊 听得舒服 是啊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你不觉得听起来跟习大大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就是一个可以两边都可以解释的 对对对对对 1996年 那到了1999年卸任前嘛 两国论就出来了 就这样 可是他也准备了很久 那他是没有料到大陆反应那么激烈的 那立刻就收了嘛 那蔡英文也是这样的人 那你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你刚刚已经讲了在权代 即便在你自己民营党那个权代会你身为 因为你当然是主席 可是你另外的身份是总统 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啦 而且你是现任总统 你如果在野期间可能有啦 有人讲这个话 那种就是自嗨啦 呃对啦 那执政执政是很远在第二任的时候 有啦 那时候讲讲一边一国嘛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政治化 他也没有这个要干嘛 那可是赖清德都是完成的 所以你即将今年明年即将看到一堆台独电影 我以为说我即将在今年明年被叼在前面那个炉灯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沙沙就要写月后心得 哈哈哈 这个台独电影请问你的心得如何 充满希望 我们一定赢 你不知道最近那个曹新成投资一部电影吗 哦也是这种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看起来像是会关心 叫做零日攻击ZERO DAY 请杜文哲来演 哦 那花了2.3亿 零日攻击 就是 ZERO DAY 就是大陆打台湾 倒数7天 就拍那7天的故事 那 政治好正确哦杜文哲 对对对 他特别去请他来 哦 那 拍出那个 倒数7天内台湾发生了 那主题曲一定要请黄明志唱吧 哎 哎不会他可能是 啊啊灭火器 可能是进行曲哦 哦 可能是台湾人的进行曲哦 因为我知道他的剧情里面有 还有在骂和平统一 哎 刚好我们的那个 抖内就是哎 何仙仙抖内说 有时间的话插播 亮哥你怎么看 曹董投资的零日攻击 对啊 顾问有重量级的苏子云 然后沈柏阳 这部戏会是走写实路线 还是科幻路线呢 应该会有便当盒的桥段吧 不可以 好了好了 这条歌叫什么你知道吗 你想怎么跟我讲台湾 台湾什么进行 台湾独立军 还有军 台湾独立军进行曲 这个是史宁先生 那有版权炮吗 所以我才立刻把他停止啊 因为这有点小占星 我知道 所以我就立刻把他停止 我就跟你讲这个 这个是政治歌曲啦 他们会乐得你帮他播啦 对 那我的 我们播咯 我们播咯 就是发表不支持他声明 没有啦 而且这个东西 不是商业啦 只是让你知道有这条歌 因为我们是在谈 台独相关的文化的表现嘛 那曹青城 事实上在曹青城 这部电影之前就有另外一部 文化部 编了9000万给那部电影 拍中立事件 叫什么啊 叫做什么给什么什么的一封信 已经上 已经在快拍完了 哦哦哦哦哦 那已经在铺牌了嘛 那应该是蔡政府任内 对对蔡政府任内拍的 那他们真的在一步一步做文化大革命 对 没有啦这个中立事件 倒霉不是拍台独啦 哦 曹青城这个就很明显 很明显 因为他的立场就是认为 统独没有灰色地带 嗯 那中立事件那个比较像是在拍民主运动 那许新良就当事人嘛 所以 总之啦就是 知道那个李远就小野啦 对 小野继缺文化部长 对 那显然就是郑力军安排的一朝旗啦 那郑力军本来就要搞这个啊 所以我早就预言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大概520我那个时候 我就到处都在电视上讲 我说赖青德即将 开始搞文化态度 文化态度 就是这样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 我们现在这边下标 就是罗日强说 在那个演说里面 只看到中华民国消失以外 也显示出赖青德完全是心理态度 这不止哦 他有在做实质的作为 这个不是心理而已哦 他要做成文化跟教育领域的哦 搞不好到时候 还那个 我们又要新克纲了 不是 他不是他不会这样做 搞不好你就会看到 有一些绿营的啊 安排 来那个饰演会啊 然后免费招待你去看电影啊 然后大专院校高中去看 对对对 可能到高中 到国中都有可能哦 嗯 适应场 然后在以后 民进党造势的场合 就放这个电影哦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 赖青德个人的心理态度 一条龙 他是要做成文化运动 或者我们应该 讲的更准确 这个叫文革运动 就他要搞洗涤沙沙的不正确心灵的 这个洗涤沙沙人心的运动这样 嗯 大人大智的抖内 等等考虑台湾现在最强的是 同志片跟鬼片 新的文化台独片 会不会融合这两大元素 我想应该就会 目前看来没有哦 我觉得那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两个 目前看来都比较像军国主义哦 而且你讲啊 他讲的那个比较像蔡英文时代 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 那个是他喜欢的类型 赖青德对那个议题 没有那么大兴趣 没错 说实在 这个就好像贺锦丽跟拜登的差别 对感谢我们的W6OG的抖内 这歌一股子昭和的调调 对啊 我认为那个曲调 这要问你啊 根本就是日本军歌啊 这要问你啊 你是会唱演歌的人 没有啦 我唱演歌我也没有唱当日本军歌 日本军歌是另外一个系列 他我认为他谱的曲就是日本军歌的曲 听起来是这个调调啊 对对对 那呃其实针对这个说法呢 我讲的是赖青德的说法 这个国台办他就批评了 他说赖青德再次暴露了 他的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而且是实施了台独分裂活动的本来面目 那我们的外交部呢 即便那个吵架王已经不在了 可是还是非常的斗鸡 你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刘永健他就说 呃赖青德演说内容很清楚 要确定台湾优先的国家政策 建立在生活在台湾的2300万人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哎对对不起啊 刘永健你要还原人家的原话好不好 那你也让我先讲完 命运共同体没有人反对啊 刘永健他也说 国台办你反而要对赖总统的演说 再读一遍恶意扭曲大可不必 我们哎 我有听原文啊 是啊 我 赖青德是讲 有什么物件 台湾为主体的国家认同 对 刘永健你是讲台湾优先的命运共同体 完全不一样啊 差多了 对啊 我跟你讲李登辉 在 在他的后期了 1996到2000年 李登辉那个时候还国民党主席了 他都已经提出台湾优先了 这跟台湾为主体的国家认同差多远啊 这个外交部想要升官也不用这样玩吧 对不对 你明白在我们面前扭曲赖青德的原话 所以你怎么可以扭曲皇上的圣子呢 皇上的圣意你竟然给他改造文字 表情 人家用的是国家认同 哪里是什么命运共同体 你这样子敢要不高兴哦 本来就是啊 那不是他想讲的 对跟你共同体 对他来说 一样啊 这不要共同体 那接下来搞不好 搞不好到最后四年之后是讲 台湾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没有太意外了耶 对啊 你也不会太意外 可是你觉得从就职演说 到这一次的圈代会 这也不过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这什么让他变得更肆无忌惮 还是他只是当初520只是乖一点 因为美国在看 在这个场合他想要唱首预言 这才是他 不啦 因为这个是他当选之后第一次全代会 那我觉得他本来就打算这样 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党内的场合 他忘了自己是总统 他忘了 他就认为这个不是中华民国的场合 是我民主进步党的场合 所以呢 我是在跟我自己人讲话 身边没有人提醒他 对 没有人可以提醒他 不是不是 是 没有人想到你竟然这样想 哈哈哈 你怎么可能会这样想啊 蔡英文当总统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 把那个党的全代会当做跟 中华民国无关的场合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不可能嘛 所以 人家一定会这样认知嘛 就是 你终于 完全显露人形嘛 就跟那个 那个 倩旅游会没有第三集啊 我没有看 你没有看啊 不是你老和尚来个经佛啊 碰到那个大蜈蚣精啊 那蜈蚣精看到 月亮上来 他就照到月亮就 他就说我要显露原形啊 然后那个五公斤就从他身上钻出来 嗯嗯嗯 这也可以来解赖清德啊 他就 我到了那个全代会的会长就说 我要显露原形啊 就跑出来了 哈哈哈 感谢大人大志的斗内 仔细想想赖赏有点像日本的NTR系列 也每一次都昏睡的那个老公的角色 那清德真的日本味道很重 而且他 他跟日本人也有关系特别好 这个说实在 对对对对对 他因为是跟美国比较好 那清德跟日本比较好 那当然因为有人跟他讲说 他长得 有点像日本抹黑男星嘛 不是吗 然后他头发永远都中分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台湾的男生头发中分的不多 虽然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机会 可是 中分的真的不多 你不要再比了 有点感伤 然后那个 没有不是感伤啊 忠耀 然后那个 他还特别去记念那个 迦南大军那个日本 八田羽衣 对不对 八田羽衣吧 对对对 八田羽衣最后是死在台湾 对 那 可是他毕竟是军国主义的代表 他就不会去 他不怕这种联想 他不避讳 不避讳 那还在那边盖了他的雕像 不是吗 就他是 他跟日本关系特别好 所以你说如果是 那日本人的言论大概也是这样 没有错 所以蓝青的就 这个会 这个 这个 这个会去 缅怀李登辉那个特质 李登辉日本胃也很重 是 蔡英文就 洋胃比较重 洋胃 那马英九是中国胃 所以台湾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 那谁台胃很重 陈水扁 对啊台胃啊 台湾啊 台湾 台湾最重的是陈水扁 对 讲到蔡英文我顺便带一下 蔡英文呢 他这个自己没有去全代会 全力支持 大家之前也是传 你这个不能用闇南语啊 人家那个教育部 不是要把它证明为台湾台语 怎样讲都不对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 这根本就是胡来你知道吗 我就是写闇南语 我跟你讲多胡来 那客家话不是台语啊 你怎么可以说 只有闇南话才可以叫台语 你怎么可以说闇南话叫台语 那原 我们台湾讲的话都是台语啊 你怎么可以定为一尊呢 这这不对啊 台湾的客家话的人口很多 还有讲那个国语的人口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乱搞啊 这也是你刚讲的啊 全部都配合在做文化台读啊 不就是乱搞嘛 而且这个会得罪人 这我教育部真的很笨 现在是 不然哪一个客家立委去质疑他 现在是因为修会 不然我认为这个话题 下个会期 这个母语不是闇南话的 就应该去咨询 我教育部 你凭什么闇南话才叫台语啊 嗯 蔡英文在他的那个就是 X上面呢 还有Threads上面都有分享 他就是在这一次参与了 美国的智库视讯的会议 那因为这张照片他po出来之后 大家也知道他其实退休 就比较少在po一些 跟这种相关的东西 那所以呢 像包含了王宏伟委员的人 他们就觉得这张照片跟这个文章 释出的时机 让人觉得耐人寻味 尤其他是因为说自己退休 不问世事了 也没有去民营党权代位 这个是过去的事吧 不是 那智库怎么还在找他呢 嘿嘿嘿 就跟学者交流嘛 这个很奇怪 一般退休总统不会做这种事 那你觉得他释出这个真的是要给 赖清德一个下马威吗 赖政府一个下马威吗 赖政府一个下马威 我才跟美国好 这个是事实啊 嗯 这个不用下马威啊 是让依赖论一直存在啊 我 我从来没有听过美国有疑音论 那甚至现在你觉得 依赖论有更加扩大 当然扩大啊 听到你要搞那 台湾的文革 国家认同运动 美国当然会紧张啊 那 那 然后 如果那个 他们认定曹清成拍那个电影 是文化部有支持 那美国当然也会紧张啊 那部电影最好不要有文化部支持啊 不然你就会有一点正直的影响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木枝可能是曹清成自己出的啦 那可是 你发展到最后 如果让人家觉得教育部 在 配合让 这个大学高中 国中生去看这部电影 那我跟你讲 就轩然大波啊 你等于就是在搞 搞这个 文化台独运动啊 就到时候你 你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啦 就是说 教育部会行文 给各学校 说有这部电影啊 那各校啊 可以 这个鼓励学生都去看 之类的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剧本 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尤其我觉得电影到最后跑一点 还是会出现文化部 他怎么可能会放掉收割这个的机会 对啦 因为文化部也是有电影方面的机关啦 那他 不会作为出资啦 他会 那会挂名啊 对啦 对啊 这一定要啦 这表中耶 这个还小一点 对啊 最最严重是像我刚刚讲那种 对 就做推广 教育部你还行文了 做推广 推广 所以大家可以等着看 你说 那个是在刚开始要开拍吧 刚刚拍十集的样子 哦 他是影集 对 好像要拍十集 那 那就 不一定啦 他可能会浓缩成一个电影 然后也做为一个十集的 然后跟串流平台上的 这也是日本风啊 日本很多连续剧都拍十集啊 对 对 我还约我在日本耶 来 我顺便带一点没选的事情 要请亮哥帮我解析 因为说贺锦丽呢 最近在 好我先讲CNN在这个 对贺锦丽跟川普近期的民调平均结果 川普的支持度48% 贺锦丽47% 你今天没有看到路透社的民调 路透社我也要带 就是路透社他这次公布的是在 22号跟23号的调查 那 大概调查结果 说是贺锦丽有超前 有机会上演反超的戏 贺锦丽是44% 川普是42% 这误差范围3% 说这个川普在两周前 还领先贺锦丽1%的 上周战成的平手 现在上演反超 这不就是庆祝民调吗 有啦 少少跟你讲啊 美国大选 总统大选啊 你不能看总体民调 对 为什么呢 因为 纽约州跟 摇摆州 不是纽约州跟加州的人口很多嘛 所以他如果 因为贺锦丽刚出来 大家要帮他动员嘛 那可能就纽约州跟加州大营啊 可是那个大营小营都只有那一周营啊 所以美国总统大选的民调你一定要看各州的民调 这样才准啊 对 因为路透看的是全美嘛 全美的民调通常都是民主党赢啊 通常 我跟你讲那个希拉蕊 对 在2016 从头到尾民调都赢川普 最后还是输啊 所以你用那个全国民调是没有意义的啦 嗯 最终大家还是会集中到那个摇摆州嘛 对 那摇摆州目前七个州 川普是稳定领先五个州 那另外两个州差距都非常小 大概是这样 那你觉得还是一样啊 换贺锦丽也回天乏术 我跟你讲贺锦丽的挑战还没开始 嗯 你还没有听过他讲话嘛 对 他也会接受专访吧 9月10号的跟川普辩论 这个这每一关都要过的啊 那大陆已经先帮他按上一个绰号了啦 你知道吧 嗯 川普叫董王嘛 嗯 他什么都懂啊 嗯 那拜登叫睡王嘛 哈哈哈哈 一跟到晚都是sleepy Joe 对不对 那贺锦丽叫笑王 哦 因为他常常会不自觉的在那边大笑 傻笑 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因为他去越南的时候就发生过 哈哈哈 他跟阮富仲在对话 哦 他既然就当场跟阮富仲说 他认为越南应该做政治改革 哦 那越南那个 嗯 共产党的领导人一听 眼睛都瞪大 在说啥 然后他在那边大笑 嗯 大笑 他常常有奇怪的 大笑 哦 这个 嗯 政治人物是很不得体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评说认为他其实是没有内容的 经不起考验的 呃他的内容就是 墮胎啦 性别平权啦 还有少数民族的权力 他长期都集中在这个议题 哦 那因为他是加州嘛 所以 共和党现在已经在抹他了 说他比 Bernie Sanders还左 哈哈 就我们能够有这么左的总统吗 啊 这个已经出来了 那就开始整理他过去的发言嘛 啊 那可是 幸好不是川普 而是那个JDFans JDFans JDFans以前讲过一些 极右的话也被整理出来了 嗯 你知道吗 那个 JDFans甚至 还 说女人不应该重生 什么什么屁话都讲过 哈哈哈 这之类的 反正 什么 反正他就是 还好不是川普讲的 是JDFans讲的 所以像这种 例如反超啊 或者是非常逼近的民调 恐怕就是谈话一线 我这已经全国民调啦 你也讲考验才刚开始而已 而且全国民调 即使民主党赢1%或2% 也不代表你会赢啊 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presence